這個人有重感冒 用鼻翼在玩大富翁 他到底是抽到機會還是抽到命運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他是誰 好 恭喜Hash Hash 你好 哎唷呀 怎麼樣Hash 前衣服一定說身體狀況喔 就是太勞累 所以身在發炎 但現在已經好差不多了 所以相信音樂太沒人性了是不是 沒有啊 剛好因為發變嘛 就是宣傳 所以現在應該調的差不多了齁 現在已經擺脫感冒系歌手 很好 所以這個機會與命運是你這個 個人發起的第二張音樂創作專輯嗎 他算第二個作品 但他是第一張專輯 第一張正式的音樂專輯 對對對 所以百路啊什麼都很好聽 機會與命運都非常非常的霸 所以關於這次這個個人的音樂 我什麼想跟大家再多聊一些 其實我已經就發完 我就過了就忘了 但其實因為機會與命運本來 因為要講的一開始是資本主義嘛 但我後來覺得資本主義太沉重了 然後即便是我也不喜歡聽 我的偶像在台上說教 所以我想說好像應該要讓他 通俗一點所以就想到機會與命運 那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想要了解資本主義 可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機會與命運 對 講得很好 所以這個HASH今年還會持續幫更多的 這個大明星的寫歌寫詞嗎 希望喔 最近那個有點鹹 希望大家趕快要我寫詞 所以通過這個機會向大家公開邀約 HASH現在呢 進入創作的這個 不是 應該說是休息期 歡迎大家趕緊來趕快來交往一下 要重新開始 OK 要動起來啦 所以HASH請你來移動講步 跟大家公布一下你的演唱會的時間 好 HASH在4月2號禮拜六的晚上7點半 Legacy開配 HASH你酒量怎麼樣 酒量 要喝醉是蠻難的 喔 要喝醉蠻難的 所以表示你千杯不醉喔 沒有啦 再百杯就醉 百杯就醉 最近很久沒喝醉 是喔 很容易喝醉 所以HASH你要跟1976前輩們在後台 行的 先干為敬 大一下金門高粱啊 OK 好 好 美妙歌聲來跟大家見面 相信今年金曲獎這個機會與命運 應該有非常非常高的機會 可以順利的入圍 謝謝HASH 恭喜你 謝謝 好 最後我們來看到的到禮拜天 唯